澳洲房价已经涨得这么高 为什么刺激还不停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财经点评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Mike 大家知道由于疫情的关系 从去年澳洲央行和澳洲政府连番出台了不同的政策 从印钱到降息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 使得澳洲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从去年的4月底开始之后是出现了连续的大涨 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中 例如像悉尼和墨尔本的大部分地区 带有土地性质的独栋房产 他们的价格从去年的3月底到今年的4月中 这短短12、13个月时间里面 从最低到最高上涨的幅度达到惊人的30%到40%之多 这么大的涨幅 在如今为什么澳洲的政府以及央行还不出台措施 让这个房价一直这么涨下去 这样涨下去难道不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吗 答案是显然一见的 我们知道不好的方面 负面效应来说的话 毫无疑问就像刚才说到的房价的上涨过快 将会导致的第一是资产泡沫出现严重的风险 第二的话就是年轻人未来很难买到房 就会面临着像北上广或者是香港新加坡这样的情况 年轻人需要奋斗很久到很大的年纪才能好不容易买套一套房 买上一套房 这会造成的很多人现在年轻人有可能会不愿意奋斗 换句话说的话就会让大家的积极性达到很大的折扣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期 现在是疫情时期 即便澳洲控制的不错 但是从全球角度来说 目前依然是隐患重重 为什么说印了这么多的钱 澳洲量化宽松也好 降息也好 偏偏现在地产涨那么多 还不去控制它 其实一个最大的因素 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怎么叫为了保护老百姓呢 房产上涨明明就是有钱人得意 怎么就保护了老百姓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 从去年到现在 澳洲一共是印了至少是2000亿澳元的资金 加上现在是创历史记录的0.25的年化利息 这就使得目前市场上的现金 比疫情之前是多了非常之多 这么多的热钱它会去哪里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把房地产这道门给堵死了 这个时候又把股市给堵死 那么这些钱涌来涌去 就会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通货膨胀效应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了房地产和股市 这两个巨大的能够容纳资金的资金池 或者叫做水池 那么多余的钱将会造成一些基本生活用品的大幅涨价 甚至于像牛奶鸡蛋面包现在虽然是涨了 但是正是因为房地产和金融吸收了大量的多余资金 才导致现在的涨幅没有这么多 如果没有这两个行业大量吸纳了这个多余的钱以后 那么大家想这几千几万亿的资金 如果涌到的是食品行业 涌到的是穿衣服行业 涌到的是学费等等其他的基本生活开支上 那对于老百姓的生活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像美国 像中国一样 在疫情之后宣布了天量的刺激计划 但是主要的一线城市的房价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上涨 即使这样的上涨的情况之下 也没有办法阻挡住基本生活物品的上涨 猪肉葱西红柿鸡蛋等等这些物品的价格 依然还在上涨 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房价上涨能够帮助有产阶级的家庭资产更上一层楼 但是房价上涨其实也是吸纳了通货膨胀中很大一块 让它对于基本生活开支的影响 能够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或许这是目前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一种无奈之下的帮助 要不然的话 如果把房地产这条路给堵死了 假如不让大家买房了 房地产不涨了 那么这几千几万的资金 如果又涌不到股市里面去 它就会存留在社会其他各个角落 将会导致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出现上涨 那么这对于那些无产阶级 或者说普通老百姓靠租房 甚至于靠低薄补贴的人群来说 这些基本生活物品的价格上涨 将会对他们造成巨大的影响 可能他们就吃不饱饭 可能他们就租不起房 因此在这个特殊时期 有的时候咱们换一种思路来想 房价上涨过快 实际上 虽然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万全之策 但是是一个无奈之举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又要保经济 又要保护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 那么没有一个政策 能够做到十全之美 但是在我看来 推动房价上涨 推动股市上涨 恢复社会的信心 让富人阶级或者是有产阶级 进一步消费 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之前说的 让少部分富起来的人 带动全民致富的一种办法之一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每日财经话题部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